嘩,裡面有一個人 是人嗎? 不是,裡面有一個人,太好了 Hello,大家好,我是貓王 Hello,大家好,我是Cece 今天我們來到哪裡? 我們今天來到天日村這裡 為什麼會來這裡? 因為7月底的時候 有一個18歲的少女 她在這裡跳樓自殺 因為是網報的問題 今天我們就試試跟她溝通 因為她整件事都比較慘 因為她是受到網報 無論她跳樓之前和跳樓之後 都持續受到這個網報 所以想試試跟她溝通一下 看看她有什麼想說 就是網絡欺凌,是嗎? 是的 她是在我們身後的位置跳下來的 是的,就是這裡 這裡是她當時跳下來的地方 其實她是頗高的 她在最高那層 是的,其實雷詠心小妹妹 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女孩 據我所知她是相當孝順的 因為當日她是打電話給外婆 在家裡打電話給外婆 她的外婆是去了做身體檢查 她就跟外婆溝通了 就知道外婆沒事了 她就很安然無恙地收了 外婆也很放心地走出去 跟朋友吃飯 沒有異樣的 後來收到線後 據外婆所說 她是接了一個電話 接著就衝了出去 其實我上網看有關她的資料 她本身畫畫是很漂亮 因為我有上去看她的YouTube 還有看到她的Instagram 她畫畫是很漂亮 但她是在校園被人欺凌她 因為她的身形 因為她的樣貌而欺凌她 就像黑粉一樣 對 網絡欺凌 待會我們將會在她身亡的位置 即是墮樓的位置 我們會上去天台 進行靈探 即是她跳樓層 對 待會我們會用靈魂筆子 跟她溝通 嘗試 好了 現在我們上來天台的位置 是頂樓 原來是六樓上 對 我們現在就上去 讓大家看看 那一出來 其實已經看到了 她在哪個位置跳 她在這裏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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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一直直播著這樣跳下去 在這裏跳下去嗎 對 她在這裏坐下去 然後跳下去 下面 其實她一直直播著 也拍到她 最後那一幕是手機向天 這裏以前是關門的 但現在就沒有鎖到 凌晨都 是 這裏都比較雜貴 因為平時 這裏 晚上的時候 會有些少男或少女 會在這裏 吃煙 或者打架 那些任何東西 我都見過 所以 還有這裏 這個籃球場 現在不關門 你們可以看到 以前是關門的 但疫情之後 就不會再關門 所以基本上 這個地方 是任何人都可以上來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 先裝香吧 好 先裝香吧 現在我們先裝香 拿手去 雷小妹妹 可以出來和我們溝通一下 雷小妹妹 雷小妹妹 我聽到有些很微小的 雷小妹妹 但是我聽到 雷小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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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你好 雷小妹妹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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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我聽到 會不會是你的同學打給你的 是不是你的朋友打給你的 是 是 那當日你是因什麼事而自殺的呢 會不會 可以告訴我們 會不會 可以告訴我們 我聽到有一個 比較年輕的 小 女仔 聲音 喊 她說我就是 是不是 我會聽到 是 你會不會有什麼 想和家人說 或者想和你婆婆說 那當時是否因為 你受到很久的網絡欺凌 所以 令你有自殺這個念頭呢 會不會可以告訴我們 你聽嗎 我聽到有些鬼叫聲 我聽到 是同一把聲音 都是偏向學生的聲音 或者你有什麼想和我們說 你現在可以告訴我們 或者你想告訴外婆聽 說什麼 尤其心小朋友 你們會不會有什麼 想和外婆說 或者想和我們說 說什麼 不要緊的 你可以慢慢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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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我們再問一下 陳夢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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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雷泳心會不會在現場 如果會就是打開 如果不在 就打開 請問你 現場很大風 但是沒有了陳夢赤的指引 正在開啟 在現場 陳夢斜 陳夢斜 雷詠生小妹妹會不會每天都在重覆她自殺的跳樓過程 如果會的話就打開 不會的話就打交叉 陳夢斜 陳夢斜 雷詠生小妹妹是否因為網絡欺凌網暴斷送她的生命 因為網絡欺凌 她自殺了 陳夢斜 雷詠生小妹妹是否還會記念她的外婆呢 如果是的話就打開 不會的話就打交叉 陳夢斜 雷詠生小妹妹是否還會記念她的外婆 因為她們兩個感情都很好 陳夢斜 陳夢斜 我想問一下現場會不會有其他朋友都在現場呢 如果有的就打開 如果沒有其他朋友就打交叉 麻煩你 現在我們試試試試試試看 有的對方會不會有其他朋友或是當時的死者 是嗎 真的有嗎 這個位置是她 沒有了 沒有了 對 在這裏 嘗試撐久一點 裏面有一個人 是人嗎? 不是,是一個人,但很害怕 不如你叫吧 嘩,這裏真是 嘩,會飛的 這裏不是說笑的 現在呢 我們照到這裏真的有個火柵人 飛一下飛一下 嘩嘩是很害怕的拿著我的手 嘩,這裏很明顯 很誇張 嘩嘩這麼光 會不會坐在樓梯呢 很誇張 我會不會坐在樓梯 你不會坐在樓梯的位置 過來,拖了 在樓梯也有 可能 沒有,現在沒有了 在樓梯,在樓梯 嘩 我會坐在樓梯 然後看到樓梯 你會坐在樓梯 看到樓梯 你會坐在樓梯 在樓梯 在樓梯 我面前有一隻烏鱼 裡面很多 真的嗎? 我的天,我好害怕 我們現在拍狗狗 因為狗狗跟他們說比較難找 你夠不夠肝進去? 我不夠肝,你加油 狗狗完全照不到 沒有狗狗 嘩,那邊有聲音 應該是人 沒有狗狗 我現在嘗試用EVP 因為他們都說我的人比較陰 我的頭漂亮嗎? 我的頭漂亮嗎? 嘗試用EVP Hello,雷詠心小妹妹 你現在會不會在這裡? Hello,有否其他朋友在這裡? 在這裡 我想問問男人聲 我想問問這位先生 你會不會看到雷詠心小妹妹在這裡? 在上個月7月尾的時候 她在這裡 因為網報自殺身亡 聽不清楚可以慢慢說 這部機器可以跟你們溝通到 雷詠心小妹妹 是否因為網報而在這裡跳下去自殺? 雷詠心小妹妹 我想問問你當日是否因為網報而在這裡跳下去自殺? 雷詠心小妹妹 有聲音 有人說過 雷詠心小妹妹 雷詠心小妹妹 還有沒有看法 雷詠心小妹妹 可以聽不懂嗎? 雷詠心小妹妹 一直都是聽到有個年紀算是學生 一直在說話 有點喊的聲音 還有很明顯的男人的聲音 他應該是身後的位置 就是他墮樓的位置 我們一會兒出去再問一問陳龍祥 我們現在先出去 雷詠心小妹妹 希望你安息 我們現在用陳龍祥問一問 陳龍祥 陳龍祥 我想問當時雷詠心小妹妹墮樓的位置在哪裏 麻煩你幫我指她出來 現在我可以請你 只要就在這裏 陳龍祥 還是指我們旁邊位置 陳龍祥 陳龍祥 請問雷詠心小妹妹 現在會不會在我們附近呢 如果是的話就打開 如果不是的話就打交叉 打開了 我想問雷詠森小妹妹的位置在哪裏 麻煩你幫我指她出來 會不會坐在這裏呢 好 先拿火柴照一下 先拿火柴照一下 喂? 是嗎? 是嗎? 不可以嗎? 是嗎? 是嗎? 有嗎? 是嗎? 你沒有嗎? 用我够够 今天的狗狗完全沒有作用 沒有 沒有狗狗 今天的影片就拍到這裏 我們希望雷詠心小妹妹得到安息 希望她可以安息 不要那麼容易自殺 珍惜生命 生命可貴 喜歡這條影片的就按LIKE 喜歡也按LIKE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追蹤她的IG 我的IG在這裏 在這裏 下集見 拜拜